哟,我是阿卜JZ,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哈喽 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又是一个超级拿人买的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依然秉持着高信息量的原则 首先我会分享一下当下热度最高的三双球鞋 然后我们把时间拒绝在4月的下半月 同时前瞻一下5月份 看看有哪些好的超级鞋要来发售 我会把每双球鞋的发售时间跟地点打在公屏上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看 依然有人问我 这些鞋到底哪里去购买啊 我已经打到了屏幕上 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当下爆出的球鞋大新闻 这当然了,我自己也会主观的告诉大家 每一双球鞋我自己是会money还是会pass money就是我会参与抽签 pass就是我不会参与抽签 我也会主观的告诉大家 每一双球鞋它的二级场再收价值的预测 是吃虎还是起飞 好,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当下热度最高的三双球鞋 第一双鞋仍然是一双AJ4代 就是之前的Thunder配色 这双雷公配色已经等了好久 上一次复刻应该是十几年之前了 所以这次发生我是十分期待的 好,热度榜第二名就是AJ3代的奇材配色 这个颜色我是觉得非常好看 你感觉这个蓝怎么样 有点怪怪的 它其实很像之前的真蓝配色 想想这个颜色 我喜欢这个颜色 这不是一样的颜色吗 不是啊 差不多啊 完了,你要被喷了 为什么 这个超多人情 我觉得挺好看 热度榜第三名就是马上要发布的倒勾 这双鞋我现在好奇它没有冲到热度榜单的第一名 好,那这双双鞋其实已经聊过多次了 咱们快速看过这个热度榜单之后 马上来看一下4月下半月的朝鲜哪里买 第一双要聊的就是全智绒的Quantle One 这双鞋采用了一个熊毛配色 我依然认为这之前发布过的纯白配色是最好看的 这一双我总感觉这个颜色怪怪的搭配 这个鞋型加熊毛好像就没那么好看是不是 女生也不会觉得这个好看 不好看 就感觉黑太多了 对 就是我上次买那个纯白你觉得是比这个好看吧 那的确是白的 你觉得把鞋舌拿下去好看还是带着那个鞋舌好看 这是带着的 拿下去 你觉得拿下去好看 我当时觉得也是有一点多余有一点累赘的 但是它属于这个球鞋设计的一部分 一般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太会打破它的设计的 我一般会带着穿 那说句实话我也觉得把鞋舌拿下来好看 如果我上脚的话我可能会把鞋舌拿下去 如果不拿下去有点像婚礼那种礼鞋啊 或者什么感觉有点更正式 那倒也没有就感觉它倒多一块 好下双鞋呢是4月19号将要发售的莫兰特一代 这双鞋呢上次已经聊过了 我觉得颜色还是挺一般的 但是它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这种在售价值 而且现在正值这个季后赛啊 刚刚看完这个胡人跟灰熊的季后赛 莫兰特呢手指受伤也是希望球员呢不要出事 能够给大家再奉献几场啊比较鸡肋的比赛 好这双鞋呢其实我大概率应该会尝试 原价骂你自己的尺寸 还没有穿过莫兰特的一代啊 处于比较好奇的一个状态 赛州驾驶呢会有不错的领域空间 好时间来到4月20号在阿迪特斯这一边呢 会有一双Campus800来发售 这双鞋呢其实很有意思 外边呢有一点点类似于牛皮纸的这种质感 你把这个纸呢撕掉以后 是里面绿颜色的这个鞋 就我一直跟大家讲呢鞋除了穿以外 还有一些潮流属性啊或者是潮丸属性 好多鞋呢其实是有玩具特质的 这一次呢又做了一个撕撕乐 那它外面这一层是纸的吗 是纸的 你也可以正常穿 你把这个纸穿破了 你也可以把它撕掉 或者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撕 可以给它撕成不一样的形状 如果是我穿的话 我可能直接把纸全撕掉了 露出鞋就可以了 这绿色还是挺好看的 对这绿色挺好看的 那你要撕不干净可太难受 强迫症肯定是受不了 逼死强迫症 好我在同一天呢 New Balance这一边 会有一双576 Made in UK 迎来发售 这双英质的鞋呢 一般情况下质量都是比较高的 颜色上呢一双酒工色 一双粉色的 我是觉得这粉色还挺好看的 很配你今天穿这个衣服 其实你会想要买吗 不会 所以我们大概率会pass 本身这双鞋的发售价非常贵 230美金 所以大概率是要吃灰的 好回到Nike这一边呢 在同一天会有一双Randa Juice 跟Nike SB的联名 会发售两双 一双Dunk High 一双Dunk Low 这双鞋呢其实都很帅啊 我自己是更喜欢Dunk Low的这一双 这两双鞋的颜色呢 其实都有一点诡异啊 一双这种特别贼的紫色 另外一双这个蓝呢 也感觉不是很正的那种蓝 那我其实更喜欢Low这一双 这个亮粉色实在是接受不了 我也是 女生也不喜欢这种亮粉色 我不喜欢 我觉得这个蓝色还行 这个粉的感觉很难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吧 属于那种很显个性的鞋 那这两双鞋呢 应该也会在Sneakers迎来发售啊 我自己呢也会尝试去Money 赛照价值呢 我猜Low的这一双 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啊 肯定会起飞 Dunk High这一双呢 由于颜色的关系 我猜会有一定的利用空间 能不能达到起飞的程度呢 我估计要放几年啊 4月21号呢 会有一双做旧红的Dunk Low迎来发售 这次呢之前发售过了这个专属 其实我们已经原价抢到了 我自己呢 最近一直在穿这双做旧绿啊 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多人觉得这个做旧红呢 不如做旧绿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首先这双做旧绿呢 它已经起飞了啊 在YR非常的高 这双做旧红呢 由于刚开始发售 同时呢 最近的Dunk热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现在呢 处于一个倒闭的状态 好多人可能看这个价值就觉得啊 是不是绿色就会更好看呢 我其实自己觉得这个做旧红也挺好看的 至少我原价妈咪到了 我也会经常上脚 我不会因为它价格倒闭了 就觉得这双鞋不如绿颜色的这一双 我是觉得呢 整个的做旧系列啊 像绿颜色的这一双和红颜色的这一双呢 采用一个这个亮皮的感觉 还是挺独特的 这也是我喜欢它的一点 你觉得怎么样 好看 你选绿的还是红的 绿的 你选绿的 看来还是大多数人都喜欢绿颜色啊 在同一天呢 会有一双I6 Gel Light 5 跟Gel Light 3 迎来发售啊 这双鞋呢 颜色采用的都是比较纯净的 一双黄颜色啊 一双这个橙颜色 你觉得这个鞋形好看吗 还行 你会日常去穿着这样的鞋 我不知道 它是属于这种运动鞋 说句实话 我感觉跟Lululemon挺搭的 可能还行 就是那种运动鞋 如果你很爱运动的话 比如跑步啊 汽车啊 这种鞋就是穿起来应该很大 可能吧 平时通勤应该也很好 我其实只有一双 我想给你买一双这个颜色 我觉得橙色这个很好看 不行我不能买橙色 你这黄色的 黄色可以的 黄色好炸啊 那穿出去不就是为了炸吗 那你怎么不敢买 刚才那个亮紫色的Dunk呢 Dunk High 不行 为什么 假意不理啊 所以这两种鞋呢 我应该会尝试去给老婆Money说 它的在照价值呢 我猜多半是要吃灰的 这个叫抹茶绿 这叫抹茶绿 这是绿 看抹茶绿 果然是绿色 好 4月22号呢 有一双本月我最期待的球业之一 就是这双脏囊粉 已经基本上能入签的网站都入签了 目前呢 二级市场在楼价值 已经是一个接近吃回的存在 所以说呢 即使没有抢到我也不是很担心啊 应该会以一个倒闭价啊 或者是低于原价的价格呢 把它给买过来 因为其实在这个 这个几皮脏脏作秀系列呢 我已经有了之前的这个 Turbo Green啊 加上Hyper Royal啊 今年要发的粉色跟黑色 我也是必收的 保持这一个系列的完整性 其实这种 几皮脏脏的AJ1高班 穿去真的蛮好看的 你看看我穿那个绿颜色吧 嗯 是不是这样子 挺好看 如果有D班的话你就更喜欢 对不对 对对对 尤其是粉色的 对对对 看 Meki应该设计一个D班的脏脏粉 在同一天呢 会有一双AJ13代的Black Flint配色 迎来发售 我自己大概率会PASS Zero Dash呢我才要吃灰 好又是同一天呢 Nike阵营这一边 会有两双Dunk Low的Premium 迎来发售啊 一双这个墨绿色 一双粉色的 每年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呢 Nike都会出几双 就是Premium的Dunk Low 我自己呢应该会PASS 那换一个人的思考呢 如果你自穿的话 像Premium这种鞋呢 上面的皮质一般情况下 都会更加的优秀 所以你想买一双皮质更好 穿起来更舒服的Dunk 那这两双鞋呢 应该是你的首选了 但我买Dunk基本上为了颜值 就是好看为主 不好看的话 再舒服我可能也不太会买 对比他舒服的还有 比他舒服的太多了 又比他舒服又比他便宜 买他干嘛 时间来到月底了 4月28号呢 熊猫的Dunk Low全尺刺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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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来补货 应该可能是第15次第16次补货了 真的是每个月都要补一次 我自己呢应该会PASS 说句实话 这两双鞋的在楼价值呢 我之前可能卖了一双鱼马 大概卖到了170美金 180美金左右啊 当然是一个机卖啊 平台肯定是到不了这种价格 所以还是有利润空间可图 但实际上上一两次的补货呢 我全都PASS了 我都没有买 所以这次呢大概率也会PASS 即使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呢 我也懒得去碰了 那这双鞋呢 其实我还是很爱自穿呢 也是出现在我自己的最尖衣鞋当中 我自己的尺寸呢 也一共有两双 我很怕把第一双穿坏了呢 没有一双厚补啊 所以自己一直在囤着另外一双 说句实话 上班的时候呢 不知道穿什么鞋 我基本上就把这个胸膜当中拿出来啊 一定没有错 实在太白打了 就属于默认选项 就一直放在鞋柜外面 什么时候不知道穿什么鞋了 就把它拿出来 你真的不想要 我不要 时间来到4月29 除了AJ3代的奇才配色以外呢 还有一双Bed Bunny 跟Adidas Campus的联名 这一次呢 采用了个Olive配色 其实之前呢 这双鞋在Confirm的APP呢 Discord趋位社区呢 我们也是分享了 抢过这双鞋的方式 好多人呢 都已经买到了提前货 甚至买到多双 而且呢 在平台卖掉 基本上都是270美金290美金 也是一个接近起飞的存在 非常非常香 那这次的正式发售呢 会在4月29号 希望呢 大家能够再有机会啊 原价能够抢到它 我是觉得这个鞋还挺好看的 你不觉得鞋还挺好看的吗 还行 女生会喜欢 取决于你之前有没有这双鞋 我之前没有啊 你之前有没有是指颜色上 还是鞋形上 行形上 我有Campus 但是没有这个颜色 没有绿色的Campus 那你想买可以买 我已经买了 你想要吗 我不要 女生不喜欢 阿里达斯这一边最近 就是这一年左右 最流行的就是面包鞋了 就类似于长成这个样子 都很糊 我有帮你不需要的 气我是不是 我那帮被取消了 好讲完了4月下半夜呢 确定发售的休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谣传要发售的 以及前瞻一下雨落份 首先呢 第一双要讲的就是 Asics Gel NYC 这一个系列 我感觉这个鞋太好看了 很有这种纽约 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感觉 一双白颜色 一双黑颜色 你不觉得很有 纽约城市的感觉吗 是挺香的 是吧 而且我觉得两个颜色 都很好看 如果有确定的发售消息的话 我应该大概率会money 这双鞋的发售价是130美金 我猜大概率会有不错的利润空间 如果你想要这双鞋 我认为发售的时候 原价勾注是最佳时机 如果错过了 我猜多半是要加加购买了 好 下双谣传要发售的 是一双SB的Dunk Low 你看这双鞋的图片 是不是很像我手里的 这一双Supreme的SB Dunk 明显就是抄袭了 或者接件 因为毕竟是同一个牌子 你能说它是抄袭吗 但是我选10次 我都会选手里的 这双Supreme的SB 非常非常的好看 也是我很爱上脚的一双鞋 所以Dunk Low鞋的绑法 我已经出过了详细的攻略 这一次我采用了一个向上飞 向上翘的 看起来很有甲克虫的感觉 很符合这种亮皮的鞋头 咱们简单来前瞻一下五月份 就不每双鞋一一去细说了 除了视频开始介绍过的 AJ4的雷公配色以外 还有一双AJ3代的Lucky Green 是我比较期待的 这种白鞋面绿底的AJ3 我是没有选项的 所以这双鞋我是十分好奇 在5月20号520这一天 会有一双Spiderman的特殊AJ1高官 迎来发售 这双鞋我是非常期待的 我呢包括我儿子 非常非常喜欢Spiderman 如果这双鞋有铜鞋 我肯定会买一双 那我自己的尺寸 能不能冤家抢到呢 可能就要随缘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面 看起来很凌论很花哨 各种皮面各种材质 以及各种颜色 为什么做这个呢 其实就是为了迎合Spiderman 最近电影系列的一个 多元宇宙的概念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概念 所以这双鞋对我来说 应该是必收的 好下双鞋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图 是5月27号呢 将会迎来发售一双 Vibrations of Nature 这双AJ1高班呢 看起来非常像做旧的New Show Grid 所以我是很好奇的 因为我一直在想象呢 如果把那双New Show Grid做旧啊 加一点点黄色的外轮廓 会不会看起来更帅 好 讲过呢 4月确定发售的球鞋 以及前瞻了一下5月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球鞋的大新闻 首先呢 就是UnionAJ1的食物图爆出来了 这个确实让我很失望啊 简直就是 臭爆了 啊 怎么是这样的呀 帅吗 不帅 我有点接受不了 太丑了 这个有点打破Union在我心中地位的感觉 我一直就觉得 何必呢 还有一些鞋型没有做过联名 比如说AJ5啊 AJ11啊 也都是很好的鞋型 继续往下做联名嘛 你干嘛要回过头来做一个AJ1 还做的这么丑 他可能是新潮流指数我们接受不了 有可能5年以后觉得这鞋帅爆了 对对对 之前说呢Union的AJ1 给你来一个芝加哥配色啊 或者来一个北卡兰配色啊 那种叠照图呢 终归是叠照图啊 以我过往的经验来看呢 像那些图片呢 基本上发出来90%呢 最后都不能成真 所以这次真真切切的 出了一个实物图以后呢 我真的是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确实很像之前的SAKAI联名啊 有点抄袭的嫌疑 那我还是认为呢 之前做的这个Union AJ1的两双联名呢 才是Union最香的联名 而且呢我也是因为这两双 非常非常喜欢Union 你也看到啊 基本上所有的Union系列呢 我都买到了 甚至呢 连这双Union的AJKO啊 大家都不太喜欢 我也买了 而且呢我自己的尺码还留了两双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一个品牌了 下条新闻呢 在New Balance这边呢 马上会发售一个新的系列 叫Overdye系列 翻译过来呢就是过度染色啊 那马上发的这个鞋钱呢 是1906R 也是我个人认为 运动风非常足的一双球鞋 这一次呢 采用了扎染配色的 牛仔水洗蓝的感觉 我还觉得挺帅的 我也挺喜欢的 这个你也挺喜欢的 女生会喜欢这种 这种类似于 钢筋混凝土 运动感十足的鞋 对啊这个买来跳操挺好的 买来跳操 刘公红啊 刘公红女孩 这个鞋看起来很慢啊 很男人啊这个鞋 只是我的观点呢 你觉得这个鞋女生穿也OK 可以的吧 直线的线条感 钢铁直男船应该是 今天要聊的最后个新闻呢 应该是最大的新闻了 就是Nigo呢会跟Nike迎来合作 之前呢跟Adidas的合同呢 马上要到期了 他其实之前跟Adidas出的这个联名的球鞋呢 我还没有买过啊 但我很想买 就是之前的面包鞋 之前没有抢到 由于他跟Adidas的合同马上都到期了呢 我就想赶紧买一双 不然就没了 那你也不是真心想买啊 原来不是 现在是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非常喜欢看这种球鞋资讯类的视频 或者呢你认为这期视频拍的还不错啊 给你带来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不要忘了给你再来个素质三连 点赞转发交流言 同时如果你是我频道的新观众 不要忘了点点订阅跟关注啊 那如果再有这种球鞋资讯类的视频 那你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好本期视频内容呢交给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